先说一个变态事实 90%的小技术瘦不下来 是因为 根本不想瘦 潜意识力没有足够强的驱动力 所以每次念着高热达食物的诱惑 想偷懒不运动的时候 小技术很容易像 其实现在身材也还行 先说不再说 这样的念头屈服 所以 往下看之前先问问自己 真的下定决心了吗 先说吃啊 想兼制就得又饿又饱 每餐吃饱 碳水吃够 这样才不会老拆饮食 两餐之间和睡前都带有一点饥饿感 可能不少 第二点就是吃得干净 不是让你吃水煮菜 甚至夜炖炭短哦 还是说在你原有饮食基础上 尽量吃能看得出食材原貌的东西 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 吃完饭后要写的餐剧多不多 哥哥多啊 就说明烹饪步骤太多 食材不干净 要吃肯定会胖 说实话有些不好意思 但本人是真心爱吃干棒烂剧和白日粉 就保留了食材原本的营养 北餐吃尽了多少蛋白质碳水 善食纤维也一目了然 你就来点70%以上的黑巧 饮料就合污汤豆浆 其次就是吃好的脂肪 最近怕解喝油的视频 震撼出了不少姐妹吧 好的脂肪是可以帮助K活活的 平时吃不着这些食物的话 再也可以直接上余优补充 然后是运动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 肌肉越多越显瘦 想要更高效的刷纸 先做无氧再做有氧 无氧运动消耗掉糖渊之后 身体就会启动脂肪功能 这时候做有氧啊 它叫一个失半功倍 讲到平台期捡不动了的 一定要多做抗足训练 不爱去健身房的话 家里背几个哑铃或者弹力带 最后就是保持心情愉悦 选真正喜欢的运动 长期去坚持 如果你每天光盯着体重称上的数字 老将率怎么就是起不下来 皮脂春指数就会飙升 不仅会降低兼脂效率 小肚子还特容易堆积脂肪 但在蒙奇马那几天 每一天都聚开心 腰围嘎嘎往里锁 好了 方法论都喂到嘴边了 我实在是来得动脑 你就一比一照搬我的 减脂一日失恋 想看的点赞平落局告诉我 下回